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好吃的咸味烧饼 表皮酥酥脆脆 内里多层还喧软 关键呀,做法还简单 盆中倒入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三克的酵母粉 十克白糖 一到两克的泡打粉 混合一下 用310-320克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絮状,下手揉成团 然后移到面垫上 我们反复揉搓 把表面揉光 放回盆中 表面抹点油 盖上盖子 饧至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油酥的部分 大碗中放入1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克盐 70克到80克的食用油 搅成一个稍微稠一点的油酥 备用 经过半个小时的饧发 面团已经达到两倍大了 面垫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形成好的面团 不用揉搓 上下左右折叠均匀 直接用擀面杖压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片状 制作好的油酥 放在面片的表面 用刮板均匀地刮开 然后沿着底边给它卷汁起来 卷好以后搓一搓 让它粗细均匀 切分成均等的面剂子 这个面剂大点小点 都不影响口感 把面剂的两边 丰盐紧实 再把对角捏一捏 然后虎口收拢 收拢成一个圆形的面剂 把这个面剂的光滑面 沾一点清水 然后再沾上白芝麻 然后面剂子往里收两下 用擀面杖擀开 如果有花纹擀面杖的 最好用这种花纹擀面杖 表面看起来好看又好吃 上下推开 擀成这种牛舌状 电饼盛提前预热 稍微多放一点油 油热以后再来放饼 烙至底部变色了 表面少拎一点油 给饼翻面 另一边同样烙至变色了 再次翻面 看一下 旁边的小酥皮都起来了 致命饼已经熟透了 两边的颜色还特别好看 整个过程一点都不难 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这款咸味饼 您喜欢吗 表皮是酥酥脆脆的 咬上一口咸香味美 里面又是蓬松暄软 真的是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如果您喜欢海娟的美食 别忘了给点个关注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见